除了拉選票之外 川普在當地時間31號 最近也提告了美媒CBS 表示CBS在10月初的時候 播出對賀錦麗的採訪內容 涉嫌美化編輯 要增加賀錦麗的好感度 川普抨擊說 這個是詐欺的行為 扭曲事實 還要索賠100億美金 川普在新墨西哥舉行的造勢場合上 指控美國媒體CBS 一花揭幕一段賀錦麗在專訪中的回答 以便幫助她競選 川普痛批CBS 惡意扭曲新聞操縱媒體影響力 並向德州聯邦法院提起訴訟 求償100億美元 約新台幣3200億 甚至揚言如果當選 將撤銷CBS的廣電執照 對此CBS回應 川普的反覆指控並不屬實 他所提起的訴訟完全沒有法律依據 公司將積極抗辯 在網絡的抗辯 他們在網絡上寫了兩種版本的答案 他們在網絡上寫了兩種版本的答案 幕僚精心修改卻越描迷 還可以再次引起大家塌伐 接著韓君磊 黃一郎 綜合報導 在網絡上寫了兩種版本的答案 在網絡上寫了兩種版本的答案